当孩子不麻烦你的时候,可能已长大成人远离你了。 当父母不麻烦你的时候,可能已不在于世了。 当爱人不麻烦你的时候,可能已去麻烦别人了。 当朋友不麻烦你的时候,可能已经有隔阂了。 人其实就是生活在相互麻烦之中,在麻烦之中解决事情,在事情之中化解麻烦, 在麻烦与被麻烦中加深感情,体现价值,这就是生活。 所以说,要珍惜身边麻烦你的人,也感谢我曾经麻烦过的你。 今晚,你还会觉得他们麻烦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 Rubin 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几惠 antioxid fires 是确实因为